在西乌克兰的森林中 国民警卫队员正在接受美国第173空降旅官兵的训练 训练的目的是反击俄罗斯支持的乌克兰东部的分离主义分子 这次欧盟东部伙伴关系峰会是在激烈冲突的背景下召开的 来自乌克兰 格鲁吉亚 白俄罗斯 摩尔多瓦 亚美尼亚和阿塞拜疆的领导人 将在李家与欧盟领导人一道出席 分析人士卢彩维奇说 本次会议为期两天 目的是同前苏联阵营国家建立关系 我们面对一个对欧洲及其邻邦的全面了解 以及这种关系意味着什么 我认为欧盟在有关国家有权 对他们未来的问题上设法形成了一个非常统一的立场 在2013年11月举行的上一次东部伙伴关系峰会上 当时的乌克兰总统亚努科维奇 在俄罗斯的压力下在最后一分钟 来了一个180度大转弯 同欧盟签署了一项协议 他的行动引发了亲欧盟的抗议者走上街头 并最终迫使他被废除 随后很快发生了俄罗斯对克里米亚的病吞 欧盟外交委员会的李克说 莫斯科的行为使得前苏联加盟共和国 同布鲁塞尔的关系更加紧密 所有国家都比以前更想设法接近欧盟 包括所谓的行动辞职的国家 那些显然是利用同欧洲的关系去制衡俄罗斯的影响 尤其是阿塞拜疆和白俄罗斯 他们在俄罗斯的强权面前非常害怕 格鲁基亚同乌克兰和莫尔多瓦一道 同欧盟签署了联合协定 格鲁基亚总统马尔哥维拉什维利说 欧洲绝不应该被俄罗斯的要求所吓倒 一个范例是 俄罗斯认为格鲁基亚选择与欧洲继续发展下去 是对俄罗斯国家的威胁 因此欧洲人必须考虑到这一点 这是很荒诞的 欧洲必须积极对付这种情况 但是李克说 尽管欧盟同其东部邻国 举行了一系列高层会谈 他们的议程仍不明朗 还没有讨论成为正式的欧盟成员国 你们能进入他们的市场 享受免签证的旅行 但你能够成为欧盟成员国吗 这个问题一直没有回答 在向前苏联加盟共和国示好的同时 欧洲还设法缓解 同俄罗斯的紧张关系 同时欧盟必须要决定 同俄罗斯建立一种怎样的关系 是围堵对立还是伙伴 乌克兰总统曾经表示 他希望在2020年申请成为欧盟成员国 分析人士说 布鲁塞尔可能不会满足乌克兰的愿望 李希威尔伦敦报道